日前,长春,52岁居平作为嘉宾参加公益活动,在现场还登台献唱了儿童歌曲,大头儿子和小头爸爸,一发满满的回忆沙,眼前的居平姐姐笑容依旧那么熟悉和矮, 但随着年龄的增长,身材已略微有些翻幅了,对于80后科90后来说,机器知评姐姐并不陌生,作为央视第一位专职青少年节目主持人,她所主持的七条版,知评姐姐讲故事,大风车等节目,陪伴大家度过了美好的童年。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